巨俊叶第一次在台过年 发不少红包人开心直呼我也有收到 巨俊叶表示韩国的家人并没有来台一起过年 今年首度到小S家围炉吃年夜饭 小S婆婆点菜韩国烤肉 让巨俊叶大显身手 从烤肉到蔬菜都难不倒她 而她也最喜欢徐妈妈做的水饺 提到过年发红包的习俗 巨俊叶说她发了很多个红包出去 开心地说我也有收到红包哦 至于红包金额她笑笑表示不方便透露 曾经看过极限震撼的巨俊叶 这次站上舞台担任表演者 大呼真的不一样 她说之前当观众很享受音乐和表演 这次可以和表演者一起跳舞 头一次接触阿根廷传统舞 虽然不是太困难 但大家看我一脸轻松 其实我满脑子都想着 接下来要干嘛 又单引号 除了跳舞 巨俊叶还带来最拿手的DJ秀 听说原本演出团队提议 她可以带假发打碟 却被巨俊叶婉拒 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巨俊叶笑出声说 是的我拒绝了 我怕大家认不得我 因为我是光头啊 超级幽默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